接下来我们来看用外挂的 那外挂的这个呢 我是比较喜欢用它 它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雷同 可是它可以做更多的设置 我们一样 这里 我放进来 我就把它加到Chrome里面去 一样新增 它的图长得不一样 所以没有关系 你看得出来 你看在上面这边 还是把它盯选到外面来 它的是一个像这样送出的 送出的 那我们一样来这边 用看看 如果是这个 影片 我按它一下 首先它要求你建立一个表单 我们就按照它的设定 然后你要放到哪一个资料库 对不对 都一样的 工作区先选好 然后 你是哪一个页面 选好 这里它就有可以选择了 你看它有两个选项 你是单纯只要做书签 就像我们刚刚在手机上那样 还是你要把内容 一track就是截取 把它截取起来 像我在这边我就希望它内容是可以被截取的 因为这里不是资料库 所以暂时不行 没关系 你看 它还可以设定栏位 因为我现在只有页面 所以就只有标题 如果我们有资料库的话会更多 你看 Data 我看一下 pick data on the page 原来我还可以去选 我可以只抓局部的 好像这样子 OK Data You'd like to Escaled to Cancel 好 现在已经点到了 它 更新的速度很快 它已经推出五年了 但是呢 在这边 按一下 这里 OK 这样加了 OK 然后现在呢 这样 confine 好 确定 存档 那我就可以再多加这个地方 好 储存 现在 我只要把这个按下去 标题 你可以自己打 好 那也可以照它的 好 然后你看 它 帮你产生出来的 存下去了 诶 错误 我看一下这个为什么不行 好我把这个表单先移除一下 从来 增加表单 存过去 这里 到这个页面 好我就单纯一点就这样 来 然后 现在点下去 有 它抓到了 对不对 储存 这个可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 帮我们抓到这边来 有没有多了一个 诶 它这边就只有连结 所以它没有用页面的方式 所以 因为它没有截取内容 因此你只要点开 它就直接过来 因为这个软体的话 其实 它 这样OK 像这样子 这个是它现在预设的方式 但是有资料库的时候 其实它是比较好用的 OK 这是第一个 那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介绍资料库 等一下我来介绍资料库 我们再来 回头来看这个外挂程式 你就会发现 我在使用它比较方便 比较可惜的是 但是这个外挂的话 就是 白白有说 只有网站 向插入网页 这个是 只有网站向插入网页 对啊 因为它有些是 内容可以截取 但是有些就是只剩下王子 有点类似像这样 只有王子 只有王子 它就变成是 还是超连结连过去啦 超连结连过去 那为了让大家看比较方便 比较知道说这两个 扩充工具 在资料库里面 有什么差别 我先用的 来跟大家做说明好了 你看我上面其实有两颗 在这里 有没有 这里有两颗 好 这个是官方的 官方的 那 你看 我在点的时候 我在点的时候 因为我在存取的时候 我会存到 Notion有资料库的 这个地方 你看我把它放在网络知识库 有没有 这个简报 这里有属性 有没有看到跟手机上一样 如果你选择的是第一个 那它就是 比较单纯只有抓 就是那个 网址 如果我是用这个 它就会把内容 抓进去 然后 你要存到 哪一个工作区这都一样 你看我把它存起来 好 我再Notion打开 你看下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我的简报就抓进来了 对不对 你的网址抓进来 而且内容也会 直接迁入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好 那 这个呢就是我用 这样的方式 可是 除了这个以外啊 很重要的 因为刚刚用官方的 它比较可惜 它只能怎么样 然后这里先关掉 它其实 你刚看加入的时候 它就只有这量的选项 但是如果今天我是用外挂的 没有错 看起来好像一样 都是加到这个资料 对 然后标题也都抓到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在这边 好像多了一个Tag 因为我在资料库的里面 我告诉 这个跟 Notion有关 好我就来 找一下Notion 这里这样找不方便 我用关键字 直接按 有了看到了 这个 我可以加关键字 跟AI 对不对 我们今天又学了AI 你看我这样 有没有两个 我还可以加上我自己的 客制化的标签 因为 这是 上课的简报 甚至你还可以制定 我要看到哪些栏位 有没有 它的图是哪一个 我都可以加 那我加进去之后 诶 这样子 我就不需要进到我 Notion资料库里面 再去整理它的标签 你看这里有Tag 还记得我们讲过Tag的概念吗 对不对 它不是资料夹 因为资料夹 只能归纳到一个 可是我们用Tag 我可以像这样子 有没有 我就可以自己去 归纳它是属于哪一个 然后呢 你看喜欢的原因 我也可以加进来 我不需要进到Notion 再来编辑 而且它还自动帮我 抓一个缩图 对不对 如果不喜欢你也可以拿掉 内容是又进来 有没有不一样 有对不对 所以 为什么我会比较喜欢在 电脑上我用外挂的 是因为 我在整理资料之后 我完全不需要开Notion 如果照刚刚的方式 我给各位看一下我的网络资料库 就长成这样 这个是我网络上收集的资料 我们觉得说 比较 适合的 比较好用的 那我就这样整理 可是今天呢 你看 我在这里 我今天只要看Notion的 我就 把Notion的标签拿出来 我要看AI的 就加上AI的标签进来 你看到的内容 就只有这方面的 那我也可以透过搜寻 直接用搜寻去找这些范围 比如说我要写履历 那 这个履历 有没有 他就帮我做 关键字的 一个筛选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用 所以我们现在最后面呢 就要来看一下 资料库要怎么用 这样有比较了解了吧 所以你可以搭配资料库 让Notion的这个功能 可以 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更有效率 那如果你没有搭配 其实就比较像一般的笔记 就是一页一页的分开 但是如果有的话 你看我整个资料库里面 就可以有很多的页面 有没有 这么多页面 但是 如果你有整理好 我不只可以用标签 我可以用关键字 那你当然 有一些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内容的原因 你把它整理起来 其实你就会更方便 OK 那像我在写部落格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专门 一个 就是页面 专门写我的部落格文章 那这里面呢也有资料库 只是他是整合 有资料库 在页面里面 他不是像我刚刚 网络知识库这样子 单纯的 整页都是资料库的 所以我们在notch里面呢 资料库可以用这两种方式呈现 比如说你看我 用这个 文章 如果写好了 我要发布 我要怎么发布 有一些 SOP 对不对 你看这个语法 加入YouTube的语法 怎么做 那这边是不是 就用到今天我分享到的 折叠的功能 那么今天呢 我的文章 他这个就是一个叫 卡片式的 一个 检视方式 比如说这篇文章 我写的 OK的 我就把它丢到 以完成 或者是我试一试 不好意思我也会有失败的 我就把它丢到失败的这边 对不对 好我就可以像这样子来用啊 那点进去呢 每一个都是一个页面 这样了解吗 我平常就可以收集一些我的想法 那等到我要写的时候 我就来这样做推进 这样也OK 我就不会每次 你有空 我做下来是从零开始 这个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有资料库我们可以这样玩 这样大概 有点 印象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加资料库 我 好 但我 今晚 给这个